就是让年轻人大胆去锻炼 即使出现错误了之后 我再去帮你去纠正 帮你去提点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刘依伟 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很好看 但是呢 效果特别好 身体特别棒 不 林零兄 来下去 单打 漂亮 这两步很扎实 我现在也是在教 在教这个青年队的这帮 青年队的这帮孩子们 也是让他们就坐着 其实胡锦修这个动作 就像是类似于教科书的一样的 一个动作 就是简单 实用 别就在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胡锦修 漂亮 这个篮下的脚步 就像刚才莫尔达说的一样 就是教科书一样的篮下 没有太多的啰嗦 我负责森来讲 他这个运球突破 他的速度也非常快 对 突起来这个重心也非常低 这样你防的话 从这个方向前 要必须去协防 这个时候张永鹏提到滑球线 然后奔奔奔奔去投这个半战篮 随着比赛情况的不同 我这三步上篮的技术动作 哎 二加一 我刚才吴浅那三步上篮的技术动作 没有做完整 直接就一步就起来左手上了 这个球胡锦修我们看他慢动作 他是找着一个控制 在这控制等着 对 接着球 二号这胡锦修的中距离有了 胡锦修这样第一节已经是拿了 11分了 目前 哎呀这球 黄的有点慢不轻心啊 胡锦修速度非常快 很厚 对 拿了13分了 好 第一罚命中 没有想到自己接球人在后边呢 肯定会遇到一个空间比较狭小的情况 开始转换 好 球 又是两次胡锦修在篮下的得分 这边的浙江头路银行请投赞平 这边破的比较好的一回 有货 我们看这速度啊 跑动速度多快 在篮下的中距离 这福德森传球这个落点啊 我们就说啊 他这落点的判断上 用多大劲啊 这个判断上确实 确实不错 对 这样呢 有这么一个队友 我也愿意去跑 对 你总把 总能把球传到我手里了 现在广煞给福德森配的这些人啊 其实 就是都都很适合他刷住风 好球 出攻还是来自于福德森 这胡锦修已经做好投篮准备 好球 今天胡锦修已经是完成了三次扣篮了 其实 球铸银行那边篮板球的拼抢 积极程度还是真的是很高啊 到篮下 球又到篮下了 呼 胡锦修 连续两个转身 这是最佳的 最佳球员啊 最佳球员我们是给了胡锦修 今天又拿到了31分 但是篮板球有点少 只有三个 呃 这个赛季呢 胡锦修已经是有三场比赛得分超过30 前面的这个单场最高分呢 是37分 呃 确实在这个国内球员的得分中呢 胡锦修的得分稳定性是非常高的 这一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是119比111 浙江广下在浙江得比中呢 击败了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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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